作詞曲 李宗盛 期待你會路過我身邊 期待你的光芒被看見 期待所有故事里 有你的画面 还有很多未完待续的心愿 你的心愿 期待你的祈祷被听见 期待你的愿望会实现 期待所有美好的 有你的瞬间 还有一些未完待续的眷恋 被改变 过来 你是不是害怕的 我怕 为什么好怕 那 那你不要跟着我啊 郑楚慕 你知不知道 我们学校旁边 曾经是一块乱葬岗 尤其是这种雨天 阴气就更重 你闭嘴 我跟你说 流言治愈治疗 就是 没什么好怕的 毕竟 阴阳两界 路茫茫 魂魄灵动 未凉凉 你话怎么那么多 你少说两句信不信 你爱信不信 你好多事情不知道而已 我都是听同学们说的 他们说 在我们学校 有一个二零四房间 原本也是一间教室来的 后来吧 就是因为 太邪门了 就只能用来堆杂物 而且 听说那扇门 是永远都打不开的 因为 一旦你打开那扇门 你就会变成 乖的头来 你看 是不是这样 不 有病 那 是什么 杨春梦你真很有意思是吗 真的有东西 文章 杨春梦 你 你把我一个人都在哪儿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杨春 这个 该不是你说的那二零四吧 开始 让我 你去找一下 电灯的开关 我摸到了一个像球一样一茫茫的东西 你帮我照一下 你让开我干什么呀 不要让人了 我就是一副空落标本了 你至于这么害怕吗 何礼啊 我为什么要怕 不对 这里是音乐学院 为什么会有空落标本 我怎么知道 你 你后来是什么 对不起 老师 对不起 老师 对不起 救命 开门 开门 救命 马涛 今天时间不早了 明天还要上课 要不然 召集大家来看看什么情况 今天就到这儿吧 可是 咱们还什么都没找到呢 我看这驾驶 今天是找不到什么了呀 那 那好吧 我是马特 我是马特 行动结束 不 咱们在出发点集合 那走吧 我们是要死在这儿了吧 死 不至于吧 不就是门锁坏了吗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就知道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 真没想到有来无回 我还没有参加 发飙的交流会 没谈过恋爱也就算了 没想到我慕流年 这辈子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竟然是你杨出目 真是没有天理 不是 您能不能彼岩老师 死不死的什么最后一面呀 要是我们没死的话 出去之后 你把钢琴还给我 好不好 都什么时候了 你敢提钢琴 钢琴有生命重要吗 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钢琴 那你就让你爸再给你买一架 如果我爸爸还在世的话 我也不用这么求你了 如果我能够出去的话 我会考虑还给你 你这还要考虑啊 有什么差别吗 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你对讲心呢 我的对讲被王淳拿走了 我的在我自己家那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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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信号 我的没电 哪儿 我 我跟你说 我刚才那些东西都是我瞎编的 都是假的 你别那么害怕了 你编的 嗯 你这一晚上吓得我这 谁啊 出门你骗我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是一惊一架的 你平时天天欺负我 那我 我待着一个机会我就 小小地吓唬你一下 来 至少你现在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你就别那么害怕了嘛 你冷静一下 看着 你不是想出去吗 那有扇窗子 你可以跳下去 开玩笑很有意思是吗 啊 哎呀 都这样啦 我们就等明天有人来找我们吧 出门 出门 我们认识也挺久的了 但是像这样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 好像是第一次啊 你想说什么呀 我们不应该稍微亲近一点吗 亲近 我为什么要跟你亲近啊 作为朋友也应该亲近一点啊 朋友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朋友了 我的朋友都是会让我感觉很开心 很温暖的人 你就不一样了 你天天都在给我制造麻烦 至少 我的朋友才不会霸占我的钢琴不还 那怎么能叫霸占 我那时候花了钱买的 坐坐坐 我不想跟你说 你啊 你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台钢琴 对我有多重要 楚慕 其实有的时候 我挺羡慕你的 我 我 吃吗 嗨 我刚才看见了一个影子 就在我面前飘过 我也看到了 但她跑得太快了 我还追了一段 没追上 但我觉得像个人啊 不不不是啊 我看到了就在我手机里是吧 我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你是谁 你别问 别问 你们鬼叫什么 这么迟了 还不回去睡觉 苏 苏阿姨 你 你 你吓死我了 这平衡车啊 是前两天我儿子给我买的 让我巡逻的时候方便点省力一点 还真的挺方便的 顺便还好吹干头发 没想到把你们大家给吓倒了 没事 阿姨您也不是故意的呀 那行了行了 误会解除 大家回去早点休息吧 对对对 咱们走吧 来一下 等一下 初末不见了 我用对象护他 他也没有反应 护梁连呢 也不见了 王春也不见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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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你去哪儿啊 我刚给淳姐打了电话 她说她有事先回宿舍了 她也不知道初末去哪儿了 她发尘是被吓跑了吧 怎么办啊 初末到底在哪儿啊 杨初末 刘宁 你们别着急了 哥 你这个时候还有闲心开玩笑呢 怎么办 初末不会出事了吧 要不我们报警吧 没有用的 不到二十四小时 警察不会立案的 你们打算跟警察叔叔说什么呀 说我们抓鬼没抓着 把两个大活人给抓没了 怎么样 你们联系上了吗 我们也没找到 要不这样吧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先回去 说不定他们一会儿自己就回去了 可是要是明天还不回来呢 那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在这儿集合 接着找 里沈 吓到了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也不知道慕流年跑哪儿去了 会不会跟杨冲墨在一起啊 这一般电视剧里的套路 两个人现在应该被关在地下的小黑屋里 两个孤独的心灵 慢慢靠近 感情迅速升温 坠入爱河 你还是看那有水准的电视剧吧 坠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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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货 柚山 怎么有个黑眼圈啊 一晚上没睡啊 要不然还是去储物间看看吧 是不是我的话起作用了 多 是不是担心啊 脸长得那么好看 可是为什么说话却那么难听呢 你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啊 这么多能听见啊 你肚子咕咕叫 胡说 我就只是肚子饿了而已 别白费力气了 那个门应该是坏了 你不是肚子饿了吗 我来试我来试 你们在干吗 不是你们想到这样的 干吗 干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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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所以昨天晚上啊 你跟慕流年 真的什么也没干吗 当然没有啦 你想什么呢 萌萌 萌萌 你的热度 真是激高不下啊 杨出墨 好 怎么了 你保护好你的狗头吧 又怎么了 你自己看 哎 快看 快来看 是不是羊出墨啊 色令指挥 羊出墨 我可是亲眼看到羊出墨 倒在慕流年怀里呢 真是太过分了 莫女神还在一旁看着呢 对啊搞什么东西啊 羊出墨 真是妖的呀 太过分了 一看就是斗梯有男神 她绝对就是不易的 就是 无聊 她就是羊出墨 就是跟那个慕流年 关在一起的那个 对啊 哎 没想到她是这种人 也不打的 的 很依靠 さん 是 出什么事情来 没事 琴声都乱了 还说没事 算了 你不说 我就不多问了 我不是故意看的 我知道 怎么 你的心上人 有一种人了 瞎说什么 哪来的什么一种人 一有心事就看着项链发呆 还说没有心事 姐 还是那句话 你不说 我不问 不过啊 你要是有倾诉的话 弟弟陪着你 弟弟 谁啊 谁啊 杨初慕 再用你的葬首碰我们不留年 我们就把这些全部贴到公告栏 啊 初慕 你的床单 什么案情音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呢 我跟初慕去收被子的时候 你们猜发生了啥 怎么了 他在床单上 画了一个特别大的猪头 谁干的呢 不知道啊 怎么老是这样 老是有那么真理 还可恶 哈喽 你谁啊 你什么鬼啊 哎 我你们都不认识了 哎 你至于吗 这么大热天的还大口罩 哎 带上带上带上 当然至于了 我跟你们说 哎 要不是我平时 好事做得多 积德行善 我早就被梦又年那些粉丝给弄死他 我好了 我早上啊 泡了个百姓 我给你茶 正好呢 你现在喝了 驱邪解暑 邪魔全部推翻 哎 哎呦 这好 哎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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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怎么了 吃吃吃 水 水 先喝我的 先喝我的 这是 怎么了呀 怎么这么辣呀 晓英 你是在里面放了辣椒吗 你老娘 不是 初默你要相信我 我怎么可能在里面放辣椒呢 晓英 我知道肯定不是你做的 我知道了 肯定有须目涌年的帮粉丝 太可恶了 真搞无聊的 你走 快 roam 你走 走 我有事你说呀 哎呀 我还有事呢我 哎呀 你松手你干嘛 我我别别别动手 property 有话话说 你以为我想对你动手呀 那你有什么事就说呀 我就是想跟你说 你能不能给你的粉丝澄清一下 那个校园群超榜上写的字 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更何况 我们俩也没有任何关系吧 昨天晚上也没有发生 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 本来就没什么 你一去解释不就成有什么 所以呀 你就去告诉他们 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他们现在已经严重地 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甚至威胁到了我的人生安全 你怎么知道 是我的粉丝在骚扰你 不是你的粉丝还能有谁呀 无聊 安静 我不是你别走啊 粉丝喜欢偶像买单 你知不知道的 这一碗 这一碗 来 你来了 你刚刚跑好一点 有事请教我 就请我吃这个 这已经是我招待朋友的最高标准了 别人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 我可知道你 你手里还有三十万 三十万是拿来买钢琴的 话说回来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让我迅速有效地 跟沐流年脾琴关系 我跟你说 我要是再不表明立场的话 我这条小命都不搞了 这么夸张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有个办法 要不然 你跟我在一起 能不开玩笑吗 你知道吗 有多少真心话 都是通过开玩笑来说出来的 我真的跟你说正经的 你快要教教我怎么办吧 既然说正经的话 我只能说太年轻 知道为什么吗 很多事情都是很难解释的 越描越黑 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把它说得还夸张 这样大家都以为你在吹牛 就不会相信你了 什么意思啊 他们说 你缠着沐流年对吧 那你就说 是沐流年非要追你 打都打不走 他们说 你非离沐流年 你就说 是沐流年非要跟你在一起 扒个金光 让你跟他在二零四 独处一晚 你看着吧 这样的话 过不了几天 沐流年自己都挺不住了 会站出来辟谣的 厉害啊 怎么样 这顿饭 请得不亏吧 不亏 我再给你加一包辣椒 好 怎么还没好 来 都能吃辣呀 喝点酸奶 你怎么 喝酸奶能喝到嘴巴上到处都是的 喝酒吧 像小孩子一样 鼻子上也 就让他也携好了 干脆打烊 看我的王嘉尔 南威斯 收工喽 你为什么回来啦 哎 现在才几点钟啊 你这就准备关店了 这 因为上次罗伯中毒的事 这店里最近生意一直很冷清 这一下午了 一个客人也没有 我不是就想 行吧 那你关吧 等会儿 这 这不是周末的 你怎么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没有 我就是床单脏了 回来拿条新的 这开学刚给你买的新床单 怎么这么快就脏了 哎 外家子 爸爸 究竟关得好吗 那你打工辛苦吗 打工 我连工作都没找到呢 这事啊 不用着急 兴许明天就有转机了 我只是觉得 自从遇见慕留年 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比赛也输了 钢琴也没了 工作也找不着 我女儿吧 不管怎么样都是最棒 爸爸 都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好你留给我的钢琴 但是 我发誓 我一定会努力打工赚钱 把钢琴赎回来的 答应爸爸 按时吃饭 不管遇到什么事 身体是自己的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好自己 还有办法的 要不要吃这个 要不要吃这个 好 我帮你包开啊 来 喝一口 你都沾到嘴上了 小米一壶虫 你把水都要干? 你都会干吗? 吗? 你是吗? 你都要干吗? 我都要干吗? 你本身体会抵抗 我都没有干吗? 你 Share 我 plein眼 我带你抹干吗? 闪耀的光 心中的梦想 不停发光 穿过最小的记忆 抓住了最开始的梦 心中的愿望 不停搅扰 每当醒来的时候 那是最清醒的梦 随着时间沙漏 穿过微光找到希望 每当看清楚的时候 那是最温柔的光 随着花泪绽放 心中激动 眺望远方 穿过最懒的天空 握住了最闪耀的光 心中的梦想 不停发光 穿过最小的光 小的记忆 抓住了最开始的梦 心中的愿望 不停搅扰 穿过最烂的天空 我握住了最闪耀的光 心中的梦 心中的梦想 不停发光 穿过最小的记忆 抓住了最开始的梦 心中的愿望 不停搅扰 不停搅扰 穿过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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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希望 穿过微光 找到希望 不停发光 穿过最小的记忆 抓住了最开始的梦 心中的愿望不停轧扰 穿过最烂的天空 握住了最闪耀的光 心中的梦想不停发光 穿过最小的记忆 抓住了最开始的梦 心中的愿望不停轧扰 心中的愿望不停轧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